这边是replace charge remove charge 基本上这个就是 像remove的话 有些资料结构你还是要注意 replace的话 这里面演算法我就不详细讲 这个新增在tree里做replace 做remove的动作的时候 你要注意到the pointer 我们要remove不然不能loss掉 要把current放到old里面去 然后把old的 swift到old 然后把old给remove掉 那current变成 调换它的current 所以remove跟replace的部分 replace要简单 remove要小心一点 不然的话你会loss掉你的current的位置 那这个在tree里面都有这一类的messor 我们可以用 那这个 所以这个程式比较长 那 看起来也蛮多说的 但一般来讲 蛮幸运的 你不太需要写这种程式 这程式是告诉你 Dome的处理 是运作是这样做的 但是一般来讲呢 我们等一下 我们要写的是比较熟 等一下后面我们看到的 这个程式在这里 这个程式在这里就是 告诉你说 你要 你要把 你看这个应用 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可以 对这个 浏览器上面的所有的 网页里面所有的 这些元件 所有的元素 做你要做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做到了 这个 而且是用JavaScript 在CM做 你都可以做到 基本上这个程式 只是告诉你这个样子 那怎么做 你可以参考这个程式 当做样板 如果你需要对特定的 做特定的事情的时候 就参考这个 好 那我们看看 比较 比较这个 我们会用到的 像 我们一开始有提到 就是这个 做Collection 什么叫Collection 我们说这个 树的 树的资料结构 其实相对 我们在 在这个 跟Link List 比起来 跟静态人间 Array 比起来 它是比较复杂一点 Tree还有各种不同的Tree 所以你要处理 你的演算法处理Tree 是比较啰嗦一点的 所以 所以如果你不要再做 像刚刚那几个 其实是很简单的动作 程式还要写那么多 程式的架构要写得干净也不太容易 至少要经过一些训练 那 所以它有提供了一些更好用的 更好用 像比如说 这个叫Collection 什么叫Collection Collection Collection这个概念很重要 Collection这个概念在 所有程式语言的API里面 现在统统都有 Collection的概念 Collection就是 我们把一些相关的这些Object 把它给集中在一起 Groove 如果就Page 来讲 这Page里面 所有相关的这些Object 把这些里面合在一起 那就是 就叫做Collection 比如说 我可以把所有的 我可以做ImageCollection LinkCollection FoneCollection 或AnchorCollection 各种不同的 我Hyperlink都连在一起 Image都把它集合起来 做成一个选单 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让它别人用 那 那 一个网页里面到底有几个Page 有几个Link 几个Image 不一定 所以呢 它有一个叫做LengthEdgeProperty 因为每一个网页 有的网页它的Image多 或者它的Hyperlink多 连结多 那不知道 所以到底有几个 所以它里面 有个LengthEdgeProperty 我们可以用 那Collection的话 这Collection里面 我们就可以 在 在 抓到里面的Item 然后 然后 我还是看例子吧 看例子是比较快一点 整个 好 这个例子是干什么的 同样的 也是先看看它的结果 再回来看 这个例子 它的网页是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 这是作者 作者它的 resource center 它这个 里面 介绍它这个website里面 它里面有好多的内容 里面 这些一段文字 这文字里面 其实都是Hyperlinks 它里面介绍 里面也就有好多的Hyperlinks 它这个文字里面 这个Hyperlinks 这个Hyperlinks 那最后到网页 最下面的时候 它想把这些Hyperlinks 通通拿出来 列在这个下面 它马上把这个网页 里面所提到的Hyperlinks 通通拿出来 列在这个下面 同样都是Hyperlinks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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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做呢 那用clash也很方便 因为这些都是Anchor 都是Hyperlinks 所以基本上 它做法是这个样子 那 如果我们回头再来看 它的这个 body的部分 那body部分的话呢 那unload的话 就直接ProcessLinks ProcessLinks 就上面 用collection Hyperlinks抓下来 那 上面get1 然后paragraph 里面 这个paragraph里面 有好多的Hyperlinks 那 那 那下面呢 下面是Division 它指ID叫做Links class 呢 Links 就没有了 那这个Division里面 内容怎么产生的 程式产生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HML里面是包含这个 这个header 这个paragraph 这paragraph里面有好多的Hyperlinks 那下面这是一个Division 下面这个Division里面 内容 你看看内容 在哪里 内容没有啊 内容它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Division 然后body就结束了 那所以就是我们前面的ProcessLinks unload的时候呢 ProcessLinks 那前面那个 这个程式让我们产生的 就前面这几行程式 就这里 最几行程式 就这里 最几行程式 那 那这边 CSS的部分 有Link Class Link对AE的时候 也做一个Decoration 就是Hover 开了Hover 它可以 这个CSS 的Class 这个东西 自己要知道 好像很重要 基本上的ABC 我们要讲文法 我们要跟CSS 跟网页 溝通的话 这些最基本上知道 所以ProcessLinks 做什么事情呢 ProcessLinks就是 它第一个Document 所有的Link 放在这个 变数叫Link List 里面 那 然后呢 Content 这个 这个 就是我们要说出来 下面那段的第一句话 Link List Page 就在这里 然后 然后 用这个 用这个 因为那是一个Link List 那CurrentLink呢 就 就这个 Link List I 那 然后 下面那个Stand 这 前面有一个 这里被遮住了 很重要的一句话被遮住了 用for回圈了 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个 我念一遍 for variable i等于1 到i小于Link List 到length i++ 这个 这个 以后影片上会录下来 因为这个 我想这个是投影的关系 在我的萤幕上面 看不到这个东西 可是在你们 所以这边很重要的一句话被遮住了 就是 我写一下 好不好 把i等于 多少 把i i等于0到i小于link List.length 三段 这一个for回圈 这一个 最下面一个for 一个for回圈 前面 就是 因为我们把这些collection 整个collection 抓到 我们知道 就所有的link 所有link 变得到link list 里面 这是个collection 我们把所有的 这个网页里面的link 通通抓到link list里面 这个 Dome API 它已经把collection 都给我们了 但link list的多长 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link list 它的lens 是多少 这个 attribute 也是它提供给我们 我们就用 那用的时候呢 在回圈里面呢 就一个一个的 Current link 就是link list 一个一个往下找 往下找到以后 那content content 就是要最后的HML 秀出来给 使用者看的 就加等 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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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等是什么意思 加等就是 自算 自算的content 后面一直把它连过去 怎么连过去呢 就是把CurrentLink的 InHML的link CurrentLink的reference 把HyperLink的reference 里面的 放到我们 HML里面的内容 这个就是把它 放到我们 要呈现HML的内容 然后最后 再加一个直线 这直线怎么 怎么来的 后面我们看到的直线 每一个里面 都有一个直线 就是这样 那当你Hover的时候 因为它有用一些class 你用Hover的时候 就先跑出来 真的 OK 那这个是collection 所以collection 就是说 collection 不只是针对link 它可以针对很多东西 都可以做collection 针对 任何image 或是roll 就把同样的东西 那 集合起来的时候 自动集合起来 然后变成link list 然后我们就 用程式把它处理 那 每一个网页 不知道它有多少个 那也不用去 一个一个去pass它 处理那些文字 都不需要 不用再去里面 一个一个去找 全部都变成一个资料结构 变成一个资料结构 在这边的时候 你就拿来用就好了 OK 那这个是collection 再下来就比较好玩的东西了 比较好玩的东西 我们把这好玩的东西 讲完再休息好了 想说先休息一下 那这好玩的东西叫 也不是好玩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利用动 可以来改变一些style 改变style 改变style 就做一些动态的style 同样也是javascript 那style的话 那当然跟CSS有关 那跟元素的style 我们利用CSS 做这些动态的改变 例如说 为什么要做 或者使用者要做 我要改变这个颜色 改变各种东西 那style这个party 当然就很重要了 那CSS的style 我想说